继续看新闻 我国和新西兰将探讨扩大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新西兰训练规模的可能性 这是两国防长在首个新加坡新西兰国防部长会议上打致的共识之一 在新西兰参加会议的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表示 目前世界局势充满变数 志同道合的国家应该强化彼此间的关系 王永宏此行到新西兰也标志着 我国和新西兰军队的霹雳战事训练演习迈入第二十个年头 这个演习的训练场地是我国复原的两倍